接着我们要带你来看到 其实楼上这个空间 它在墙面上面的设计 包含起居室 像这样子你用石头漆 一路延续到我身后的这个墙面 你会让人家觉得 这空间好温馨 对 我们其实这个墙面 它原本是有个柱体在这边 那当然说我们这个柱体 我们稍微做了用 做一点装饰器 就是我们利用文化石 这个材料 那它甚至它帮我们区隔 就是我们起居室 跟客厅这个空间的一个界定 那当然我们在上面 稍微做了一些喷漆的处理 让它这个颜色 能够跟左右两边的这个墙面 能够稍微有一点点这种 比较呼应 能够搭配得上的感觉 OK 就两个颜色 还有两个材质要衔接了 对 没错 那接着到沙发背墙的部分 它可以衔接的是一个木 把木地板钉到墙上去了吗 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也跟我们 就是从楼下 都介绍到我们楼上的 这个地板的材质 它都是一样 都是一个无接缝的 PVC的耐磨地板材质 只是说我们 就是用一点点小小的 idea 一个创意 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 发挥在墙面上 然后营造这种 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好棒喔 而且它竟然可以挑到 这种感觉是有一点点 斑驳 有点使用的痕迹的 这种木地板的纹路 这个很少见 这个东西它很特殊 那因为它就是 必须要有一些 等待的时间 所以这东西可能就必须要提早 去做这个计划跟这个沟通 然后介绍客人 使用这样的东西 如果我喜欢 可能要等一下 因为它通常都是必须 从国外坐船进来 对不对 对 没有错 好棒喔 这个真的不错 大家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喔 今天楼上这个空间是一个 我觉得蛮适合现代人的 减压空间 因为它是一个受大家喜欢的 这个北欧风格 北欧风格当中 可能就是原木啦 白色之外 像不锈钢铁键 也会是常用的一个材质 是 没错 像我们这个电视柜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在材质跟材质的转换当中 我们用了一个白铁 去做这个衔接 那这个东西 其实是我们系统柜 去做表现出来的 下面是系统柜 对 这边是系统柜 对 所以原来系统柜 加上这样子的一个台面之后 它的质感又整个不一样了 对 没有错 其实是要稍微动一点点心思 就可以让它营造不同的感觉 OK 那主墙面的设计呢 简单俐落咯 对 主墙面其实我们就是 利用一些直线条的一些延伸 然后营造做这个空间的 一个拉长的一种视觉感 那当然它跟我们天花板也是 的一些线条也是有点呼应的 对啊 你的天花板其实做起来 它的线条几何 还蛮特别的耶 因为我们这 其实这天花板是因为当初 我们在做的时候 这上面有我们就是 楼上的这个吊管 然后我们 我也要包覆这个吊管 然后又要兼具能够 达到它的一些维修孔 预留的位置 所以说我们就利用这种 勾缝方式的处理 然后把维修孔 隐藏在这个天花板的空间当中 然后甚至也兼具有的是我们 这个冷气的一个出风口的位置 一般我们对维修孔的印象 它一定是四四方方的长方形 是 可是你这个地方很可爱 它的维修孔竟然是个梯形 对 为什么 你用这样的线条比较有意思 对 因为我们是说 用了这个线条之后 我们可能都会把我们的维修孔 给稍微隐形的比较漂亮 因为如果这件事是四四方方的话 它可能就是会比较明显 所以我们利用就是 斜角切割的这种手法 然后来达到隐藏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感觉中 你这天花板 它的设计也会让我们 跟着它这个动线的导影 我们要进去你的房间了 是 好 在这边对不对 对 在这边 在这边对不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